嗨 大家好 欢迎到Y.A.Diary 今天晚上今年六月份我们进行了一场上半年的纸胶带综合开箱大会吗 那时隔半年呢 我们又再度迎接到开箱的时刻啦 不过对比说上半年 我们的纸胶带品项非常的丰富和多元 我们这下半年的开箱品项可以说是非常的节制的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触角伸到其他各种不同美好文具的种类上面啦 那所以在金费方面呢 我们更需要运出微卧 才可以照顾到我们所有喜欢的文具 那我们这一次会介绍的大概是纸胶带还有贴纸系列 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一群 这一群乐意的系列 都是我和文君库好朋友们一起购买的分装或者是完整的一卷 其实它后来还有出其他新品 不过我都还没有入手 因为我在等郁金香 所以一天再两块出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乐意的酱色 好 那这一卷为什么看起来它比较瘦一点哦 跟它比起来 那是因为啊 它是一整卷 这个是我和朋友一起分装的 分装其实是还蛮经济学会的一个行动 对啊 比方说你跟一个朋友分装 我们本来一个人要买五卷 我们现在就可以有十卷 那这一卷酱色啊 我先前是有买过盒子版本的 它两个都一样啊 都是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呈现 你是要把它拿来当成背景啊 或是主角 都可以营造出一种淡雅又不会太张狂的感觉 接下来这一卷是老朋友的新系列 它为什么是个老朋友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贺年卡片的时候 已经用到它了 它 就是玫瑰圆 不过那个时候啊 我们使用的是盒子材质 所以如果你要叠加使用的话 有一些地方会透过需要注意一下 那它现在变成PET之后啊 完全没有这个苦恼 颜色是更新链饱和 那叠加也很方便 超喜欢 再来是这个看起来比较宗余一点的 这些小框框啊 搭配野菊花啦 醋酱草啊 还有樟树枝 整体颜色啊 就是非常简单 由深浅层次不同的咖啡色组成 我觉得大家在制作苗图纸包装袋的时候啊 可以把它拿来当成点缀 应该是还蛮清新的啦 再来是这个玻璃罩 玻璃罩这个元素啊 它很适合被用在复古风的拼贴上面 有看过里面可以放花朵啊 蝴蝶啊 书本啊 好像你摆进去啊 就像是被保护一样 或者是被进步起来 它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元素 而且这一款啊 它很贴心的是 它把底座和上面的罩子分开了 所以你排列组合起来啊 可以有很多搭配 加上它是PET的材质 所以你不管是要怎么样叠加 合线的效果应该都还不错 再来这一款薔薇 它先前有出过盒子版本的 那个时候我没有入手 现在PET出了 我觉得诶 时跌到了 不收一下就很不好意思 那这一卷呢 它有漂亮的薔薇 还有油加利叶 这一种淡淡的嫩粉色 还有刷了一层灰阶的莫兰迪粉红 那搭配这个绿色的枝叶啊 就是把一种知性美人的气氛啊 营造得很好 再来这一卷呢 很特别 它是把刺绣的图样啊 放在纸条袋上面 想想那时候刺绣的心情啊 好辛苦哦 那我们就仔细的看一下哦 它上面是真的可以看到那一种丝线的走向 我就非常粗略的扫视它一下啊 这一个循环里面啊 包含了数十个图样 有不同的尺寸 还有七彩颜色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想要做什么色系的拼贴 都可以找到适合的素材 乐意的指胶带结束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我买了两款变迁纸 我们在上半年那一支里面啊 也有介绍变迁纸的部分了 对 没有错 那个时候比较单一 它就是一整盒 都是白色底色的 不过这个 很不一样哦 乐意它出了两个主题 分别是记录 还有天文学 所以我是各种的一个 我们先看记录 我选的是月虎 它有白底黑印刷 以及两个尺寸 带来一点木兰迪风格的蓝绿黄 总共是9款18张 那上面的乐谱啊 是小西晶辈奏曲 之前在他们家其他作品里面 就有出现过了 那作者应该是还蛮喜欢的啦 那另外啊 这个椭圆的框框 是由五线谱的各种符号组成的 小张的这一些是枝燕 好 接着看这个天文学系列 我选的是星空 一样的尺寸配置啊 颜色变成了比较沉稳的色系 它的几何框框啊 看起来很像是窗或是门 再搭配一些星星 感觉蛮优雅的 那小张的是类似于票券的设计 上面还有月像啊 日期 可以记录心情的小爱心串 还有这个 仔细看一下 西蒙波娃的名言在上面 那我接下来继续要看到的是 我分了好几次购买 结果快过去才发现 原来都是小情星的作品 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海报 它也是蛮瘦的 因为我已经分装给别人了 它电影我就是海报 这款是没有连性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循环 它主要是蓝色系 大地色系 还有米色系的分别 它各自有不同的文字和涂样内容 我很想要买来试试看的原因啊 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 实尚的感觉 我是直接把它在那个 之前指教在飘药箱里面分给朋友了 我这几次还没有使用 你看 时髦 感觉很时尚 如果你用了之后 可以再来分享给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 接下来这一卷啊 我真的是被它的动物给吸引了 虽然说我妹妹很怕流泪 但是 真的太精致了啦 我不认识 sorry 你看这里面有猫头鹰啊 小鹿这些动物 搭配植物 以及带有文字和米白色的打底 感觉好像是随便一拉 就可以营造出一种偏复古 又生机不活的感觉 仿佛是你的手杖啊 会讲什么欧洲的语言之类的 所以我带我来试试看 那这一款是有带白墨 但是没有离形纸的品项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 这四卷新朋友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色 除了相同作者之外 就是他们都没有离形纸 恭喜 我们先看到了 来看到这个 明显色彩斑斓的迷离 这一卷我是毫不犹豫 就放到购物车里面的 因为它颜色太梦幻了 很像是梦里面的场景 而且是那种很甜美 很可爱的梦啊 我觉得把它拿来当成小卡的打底 再搭配一些文字 或者是什么人物啊 植物啊 应该就是蛮有质感可以送来的 再来是这一个 幽微之光 它也是胶卷的类型 看起来我们有点熟悉 这和我们之前有买过的韶光 是同样的图稿 不过呢 它变成了黑白色系的呈现 看起来就更有一种 怀旧复古电影的感觉 我感觉它这样子就是黑白 然后加一点红红点点 有种文艺青年的忧郁 少年维特的烦恼 你有问过维特的意见吗 对不起 再来这两卷是要一起介绍的 它是光明记 它是夜明记 它们都是文字系列 区别在于是黑底白字 还是白底黑字这样子 那中间穿它的小圆点啊 都是彩色的 我觉得如果要把它当成主角来呈现 难度会比较高 不过啊 你把它当成是偏偏的背景 或是小卡片的点缀啊 是蛮加分的 而且它同样也是一种时尚的感觉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 是纸上旅行 也就是文具控朋友 Tracy她自己出的商品 这个系列啊 是有三卷 我特别喜欢这一卷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风景 这上面就是Tracy 她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拍摄了很多很棒的生活点滴 和风景 天啊 我觉得可以拥有自己的纸招带 或者贴纸 应该是很多文具控的梦想之一耶 没有想到 它做到了 希望你这辈子也能出个纸招带 或是贴纸 那我觉得啊 像它这种时尚的感觉 就可以跟前面小金星的这一系列 时尚作品 应该会有还不错的搭配 继续还要看到的是 它的转印贴纸 它的包装也是我们要脱纸 刚包的 小心啊啦啦啦 小心啊开了 它这里面就是 一份有两张 我觉得它上面这样很正面的文字啊 搭配这种彩色的圈圈 就好像是说 要激励你 往正上思考的意思 有一种 我的人生是彩色的 肝很好 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 再来还有这个迷你日历 这个很可爱耶 它的上面啊是每个月的日期 还有Tracy在英国拍摄的照片 很秀真 方便携带的设计 而且它整体12个月份的照片挑选啊 色系蛮类似的 比较偏蓝色系 所以你不管是要单看 还是摊开来看 都很一致 简洁 舒服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 新人士的品牌 叫做毛丸 Gamardia 这个是我的文青同事 推荐给我的品牌 它的logo形象啊 是一只叫做毛丸的雪雕 还有一间Gamardia 那它后面还有这个 散心意好朋友 目前啊在Pinkhole平台上面啊 可以看见有6款贴纸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哦 第一个 农场动物家族 这一包里面啊 有15种图案 有小猪 小兔子 小鸡家族 还有羊驼这一些的 很契合它的主题 就是农场动物 那确实这些都是我们 比较常在农场里面会看到的 再来海洋生物来咯 这一包一样是15种图案 我的天哪 这个价位 用在这个画风 这个品质 还有这个量来看 我觉得非常物超所值 虽然说我对鱼类 没有太大的兴趣 不过你看这个花园蛮好可爱哦 还有这位海龟朋友 各位 在你记得去浮浅的时候 如果碰到海龟的话 记得不要碰它 不然很可备罢钱 再来是狗狗图件 狗派的朋友们 看过来 这一款有10种小狗出现 不晓得您喜欢哪一种呢 牧羊犬看起来就是格外聪明 还有这一种我也蛮喜欢的 看起来动作不太快 应该比起不错 然后这个和我同学的狗狗很像 也是熊壮威母 精神抖擞的感觉 有人是狗派 那一定有人是猫奴咯 来这款给你看一下 10种猫咪 看起来很惬意哦 和小狗那一款相比下来啊 精神抖擞的比例 比较下降了一些 好像只有这两位啦 看起来比较活力一点 其他就是冷静到不行耶 蛮符合现实生活中会看到的样子 接下来 非洲草原动物登场咯 感觉像是在看 动物星球频道 又或者是什么 狮子王之类的卡通 你看这位狮子朋友啊 吼起来是阿阿阿 感觉没有很凶悍 还蛮可爱的 阿阿阿 那这里面啊 我最喜欢长颈鹿 你看它有朋友 最后我们到了韩带世界 有北极熊 企鹅 还有徐鹿 以及各位朋友们 那看到这边呢 是不是就有一种耶旦姐的气氛呢 诶 这也还有哈利伯特的黑美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黑美啦 不过我又决定要这样叫它 总结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品牌贴纸 它整体来说性价比是很高的 第一个 它的画风非常的可爱 一般人应该都还蛮能够接受的 第二个呢 每款图案它都是给你两张 所以你就算使用了一整个系列 也不用担心 没有办法收藏 所以从值和量来看的话 都还蛮适合入手的 贴纸部分呢 还有这个 大家记得先前 我在创意文具展的时候 有买了这张罗夫的贴纸吗 其实鸟控这个品牌啊 它不只画了罗夫 它还有画其他人哦 本来只有买了一张罗夫啦 不过我后来的时候 就很省心地想了一下 怎么可以只有一个人呢 于是鸟控化其他人 我都各的带回来一张 这边除了罗夫之外 还有部长 张副校长 底医师 以及笔森啊 那不晓得以后 会不会开发其他新人呢 比方说装妇啊 或是署长之类的 他们也蛮常出现在电视上面的 虽然说指教带前面介绍过了 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 你看这个懒懒的小朋友们 他们有拼一提招带耶 好像把他在办公桌 或是我同事的桌上 帮他电脑布景之类的耶 你看他好懒惰 还挂了一个饼在这边 适合很多人使用 诶 你很丢 我个人空间感还错 我就不行 我就是那个打排球 我这样就接的时候 他会从朋友家留下去的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看过吗 我跟你也还蛮熟的 那你叫草销吗 我今天还抱着草销的心事进来 他的脸长像是苹果 像切片的苹果 很厉害 好啦 以上是我们的下半年开箱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感觉到 这些小东西的美好魅力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是想要分享什么样 新的文具给我们的话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那也欢迎follow我们的IG 一起沉浸在文具队中 大家再见啦 拜拜 拜拜